嗨,欢迎大家来到YouTube家庭频道,我是三个幼宝的老爸,幼爸。 在上期开箱中,我们介绍了搭配最新DSM7的Synology DS723 Plus,这台专业级的入门NES。 在这一期影片中,我将会把这段时间对我很有帮助的几种套件还有功能介绍给大家。 当然,这次绝对不是一个非常详细的教学,因为我也是初学者而已。 但是这些都是我非常推荐刚开始就使用的功能和套件哦。 那接着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推荐大家使用的是SMB功能。 用NES一定要善用这项功能,不管你是用Windows还是Mac,还有等等会提到的Linux, SMB都会是一项非常实用和方便的功能。 只要在家里啊,幼爸几乎都是使用SMB来开启NES中的共享资料夹。 想要将档案取出或是存入,直接拖拉档案进出,就像使用一般的USB随身碟一样。 不用每次啊都想要找档案,都用游览器连进NES再开启DSM。 Google TV也是使用SMB来播放NES中的影片。 查看这项设定啊非常简单,只要点控制台,档案服务,就可以看到SMB的设定哦。 除了在区域网络使用我们的NES,出门在外也想连线回NES做档案传输和设定。 那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Synology的特异功能哦。 这项特异功能就是Quick Connect ID。 这个ID呢是借由Synology Server来让使用者可以快速由外部网络连线进你的NES的功能哦。 就像AnyDesk和TeamViewer一样,网络穿透力非常好。 不管你是使用手机4G 5G的网络,或者是公共网络,都可以透过Quick Connect ID。 很快啊就连线你的NES,也因为超级方便的连接方式,安全性就是这个功能唯一的缺点哦。 只要啊有你的ID还有密码,任何人都可以直接登入你的NES,存取所有的档案。 但也同样的啊,只要是你不想了解什么是Port转发啦,什么是DDNS啦,什么固定IP, 使用Quick Connect ID啊,绝对会让你非常满意。 这项设定在控制台,外部存取,就可以看到Quick Connect,是不是非常容易啊。 就算没有固定IP,我们一样也可以设定一组DDNS,来让我们在外部网络使用套件,传输档案的时候呢,不会有安全性的警告讯息。 在Quick Connect旁边,我们可以看到DDNS的选项。 右爸建议啊,你新设定一组,在Synology中设定DDNS,非常方便。 服务供应商,我们选择Synology,主机名称,自己随便想一个就可以了。 账户就是你的注册E-mail。 外部设定,我是使用自动设定。 原本我以为啊,我用4G SIM卡的网络,应该是没有办法设定这项功能吧。 没想到测试连线状态居然正常耶。 按下确定。 接着到安全性,把刚刚新增的DDNS设定, 新增进来。 原本的不用删掉,留着就可以了。 点选动作,更新凭证。 当我们的NAS上线使用之后啊,基本上就是保持24小时全天候工作。 若是在硬碟高速运转的时候断电,造成硬体上的损坏, 那可不是预枯无类可以形容的哦。 所以,有一套在支援清单内的不断电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到硬体还有电源,选择不断电系统。 这里,我们是使用CyberPower CP1000 AVRLCDA。 若是各位看到下面这段红色的文字,代表系统啊,已经侦测到了你的不断电系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勾选不断电系统支援,选择US不断电系统。 不断电系统的支援清单,除了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之外, 也可以到这个Network UPS Tool这个网站呢,来查询UPS的驱动方式。 Synology的NAS是用USB HID UPS的方式来驱动。 所以,只要有相同的驱动方式, UPS应该就可以正常驱动我们的NAS做关机的动作。 接下来,就是又把强烈建议一开始就安装的套件, 也是拉家人啊,一起入坑的神器套件哦。 Synology Photo的前身就是Photostation还有Synology Moments。 而Synology Photo呢,是DSM 7.0以后才能使用的最新软体。 只要你的NAS可以安装DSM 7.0,不用多想了,就是Synology Photo。 现在每个家人都有手机,而且画质啊,都非常不错哦。 但是啊,只要经过LINE的传送,或者是Facebook的上传的相片, 放大之后啊,总是少了很多细节哦。 所以,如果使用这套软体,随时啊,我们都可以上传高画质的照片, 并且可以直接放大输出原始档。 家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分享, 带着全家人进入你的NAS坑啊, Synology Photo是最适合不过了。 看看这放大后的细节。 这个啊,就是照片原始档的重要性啊。 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前面提到的DDNS没有设定的话, iPhone在上传档案的时候,偶尔啊,会遇到无效凭证的错误讯息哦。 接下来要介绍的套件,叫做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这个啊,对有经营频道的诱把超级实用的。 我们有两种安装的选择。 只要安装Windows或是Linux架构的虚拟机。 Windows的系统会有授权的问题。 你啊,还会需要再购买序号。 Ubuntu占的资源比较少,又完全免费。 而且现在图形化的界面都非常的直觉好用。 不会有用不习惯的问题, 更不会有盗版的疑虑。 那DS-723 Plus因为只有双核心的CPU, 所以右吧是选择安装Ubuntu的桌面板。 这里来带大家快速走一遍安装的流程。 从Ubuntu的官方网站下载映像档, 放进共享资料夹。 开启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点选虚拟机器。 新增。 这边我们新增选Linux。 选择储存空间。 选好以后下一步, 名称我们就取Ubuntu。 CPU的数量因为我们只有双核心, 所以选择一颗CPU给虚拟机, 另一个就给NAS运作使用。 第一体右吧的配置建议是4GB, 但其实2GB就可以跑了。 其他的选项我们保持预设。 下一步,虚拟硬碟我们至少要配置25GB, 配置一颗就可以了。 网路我们选择预设。 开机的ISO档就选择刚刚下载的Ubuntu 22.04。 虚拟USB控制器我们要选USB 2.0。 在USB装置上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UPS。 连线呢我们只开给自己就可以了。 完成后将它开机,就可以连线进去安装了哦。 最后终于进来我们的Ubuntu虚拟机了。 打开Terminal, 安装Synology Guest Tool。 那这个Gest Tool呢, 主要是要增加虚拟机的执行效率。 输入shudo-id, 然后apt-get install QEMU-QUEST-AGENT。 安装好后, 我们重新启动模拟器。 那接下来就已经可以开始使用了哦。 我们直接选择档案, 其他位置, 就可以看见我们的NAS共用资料夹了。 这也是SMB方便的地方啊。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虚拟机来做什么呢? 又罢因为家里网路速度快, 所以NAS既然24小时工作不关机, 电号又小, 那为什么不帮我做上传的工作呢? 赶快登入频道账号, 开始上传影片试试吧! 上传成功! 另外, 我们还可以开启啊, 一个新的分页来做频道的播放, 刷一下观看次数和时间, 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 这两件事情若同时运行, 会消耗较高的记忆体空间, 所以至少要配置4GB的记忆体才会够用。 如果啊, 有安装M.2 SSD, 也可以利用SSD来运行。 虽然这个在Ubent图上, 我觉得差异应该不大。 多一台电脑啊, 处理上传任务真的太实用了,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虚拟机的功能啊。 最后一个就是Cloud Sync。 这个套件啊, 除了做单向的同步, 就是把你的NAS和云端硬碟连结, 可以将之前放在云端的照片, 还有档案直接下载回来之外呢。 也啊, 可以设定双向同步, 将NAS里的档案上传。 每新增一个设定, 都可以分别在设定它们同步工作的时段哦, 又罢因为把Google云端硬碟当作大型档案备份使用, 所以啊, 只让它在夜晚的时候做同步处理。 刷box的部分因为是小型文字档案, 例如会有影片文案啊, 备忘录等等, 所以随时同步, 比较方便随时取用。 当然, 下载好的档案也可以直接拉进去Synology Photo, 真的是太方便好用了。 但是, 若是要从Google相簿备份下来, 步骤就没有这么简单哦, 可以参考官方网站上的介绍。 以上就是这一期又罢对于这台DS-723 Plus的小小使用心得, 和推荐大家建置初期就安装的套件。 如果你像我一样都是家庭的使用者, 那么, 这一期节目对你来说就会非常有帮助哦。 这台DS-723 Plus我目前使用上非常满意, 可以说跟它相见恨晚。 大家还有没有安装过什么套件觉得飞装不可呢? 还是有没有安装过什么难用绝对不要碰的套件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可以给YouBud一个赞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 点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YouBud有家庭频道的最新影片哦。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